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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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安 我是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院 好万一家老师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 传道书的第二十二课 死亡的确定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九章 还有第十章 我们知道所罗门很清楚的 把传道书分为 这个问题的宣告 一到二章 问题的讨论 三到十章 然后问题的决定 十一到十二章 在第三章到第十章的里面 我们有四个辩证的讨论 第一个辩证 就是人生的单调乏味 这是第三第四章 第二个辩证呢 就是财富的无用 这是第五章 还有第六章 第三个辩证 就是智慧的虚空 这个是第七章到第八章 然后最后到第九章 还有第十章 就是面对我们的最后的敌人 很多人把死亡称作 the last enemy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 最后一个敌人 那就是死亡的确定 有人说预备生命 唯一的方法 就是预备面临死亡 有人说人生三十岁到六十岁 就不断地是在积攒钱财 是买房子 六十岁以后呢 你就要开始预备买坟墓 好像人生就是在预备 走向死亡的道路 孔子也说 未知生 焉知死 或者说招闻道 细死可以 Robert Lee 就是我们说的很出名的李将军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也用了圣经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第一节的话 他就说 让这个帐篷被拆毁吧 所以他知道他在地上的生命 不是一个永久的 而是一个帐篷 帐篷的意思就是 很快的就会过去的 在传道书第九章 这里面主要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是第九章一到十节 提到死亡是不可以避免的 第二大段 是第九章十一到十八节 讲到生命是不可预知的 所以这两个大段 是不可预知的 一个是谈到死亡 一个谈到生命 死亡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 第二个生命是没有办法预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的 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 人不能知道 人不能知道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竭尽人和不竭尽人 献计的与不献计的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启示的如何 怕启示的也如何 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 所罗门用了五个五类的对比 五类的对比 讲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管是好人 竭尽人或不竭尽的人 不管是这个献计的和不献计的 不管是义人或恶人 都要遭遇一样的事情 虽然所有在世上的人 都会遭遇到一样的事 而这件事就是死亡 看起来死亡好像是一个终点站 是所有人都必定要去的地方 没有任何人能够取消 只有神能够改变 虽然感觉上 我们在读的时候 觉得所临到众人的 都是一样的事 就是死亡 但是在永恒的里面 我们却是在不同的终点 有一类的人是永远与神同在 有一类的人是永远与神隔绝 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 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当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或者在救约的时候 有一批人他们就是单单的 就是信仰神 信靠神仰望他 我们就会永远的与神同在 另外一批人虽然是在 一样遭遇死亡的事 但是在永恒的里面 他们却是 他们的终点却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般的人 他们都用三种不同的态度 来面对死亡 这三种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传道书的第九章 我们可以分三处的经节来看 第一处的经节是在第三节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妄想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种的人 他们在地上充满了恶 那这一类的人面对死亡 是用什么态度呢 这里用的英文字是 Escape 逃避 很多人逃避死亡的事情 所以他在地上就不断地 不断地作恶 反正他就想说 我就这样子过完一生 也不会想到死亡之后 会遭遇什么事情 第二 我们看第四节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叫endure 就是坚持下去 第一种的态度 面对死亡是逃避 第二种就是endure 坚持下去 虽然你觉得你活得好像跟狗一样 但是你活着的狗 总比死了的狮子要好 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第三种 面对死亡的态度 就是在第七节之后 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怨纳你的作为 第三个也是用一开头 enjoy 享受人生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一般人用三种的态度 来面对死亡 escape endure and enjoy escape 逃避 或者是endure 坚持下去 或者是享受生命 享受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这个面对死亡不同的态度 其实有人说 死亡就好像X光一样 它有很大的能力 能够照出人的内心 我也觉得很真实 正如不久前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妈妈不小心 她在开车的时候 开入了一个 这个淹水的一个地下道 当她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一个 爱孩子的大能 她把她的两个孩子 先从这个窗子口送出去 最后水淹进去的时候 这个母亲淹死了 面对死亡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带出人们最好的一面 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大地震的时候 你看到有些老师 他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建筑屋 还没有倒下来之前 老师就把他的身体 铺在所有的学生的身上 来保护他们 很多时候面对死亡 我们会看到人性最美好的一面 但是也有的时候 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人性最邪恶的一面 就像我们看到有的人因为怕死 他卖主 卖友 卖他的亲人 正如人所说的 死亡就好像X光一样 这样子的大能 能够照出人的内心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面对死亡的三种的态度 第一种的态度 就是他用逃避人生来面对死亡 所以我们说Escape 他逃避人生 所以他心中有恶 他就不断地带出祸患来 他不去想死亡 他就逃避 所以把所有的恶和狂妄都拿出来 来度过他的人生 这个是第九章第三节所说的 第二种面对死亡的态度 就是Endure 坚持下去 活着的狗更胜过死了的狮子 当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狗是属于污秽的 卑下的 跟我们今天所讲的 很多人养这个小狗当作宠物 是不一样的 所以虽然是一个卑下的狗 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也看到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那里说 你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 很明显地看到狗是比较卑下的 当非利式人来跟大卫打仗的时候 非利式人也对大卫说 我岂是狗呢 当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 大卫也说 以色列的王出来寻找谁呢 追得谁呢 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 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死狗 代表他是非常非常卑下的 但是虽然是一个卑下的狗 但是他是活的 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 是好死不如歹活 为什么活胜于死呢 在第四节 第五节第六节 告诉我们几个原因 第四节说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第一个原因 活着的人还有指望 你仍然有盼望在你的心中 有人说盼望是一个人最重要的 医治他生命的一个药方 如果你有盼望 你就有救 没有盼望就没有救 有人这么说 如果你心里真的想好 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 如果你整天想死 你真的会死 这个就是有没有盼望的问题 所以活胜于死 因为活着的人还有指望 第二 为什么活胜于死呢 在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原因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第二个原因 活着的人还有所知 还有所知 就是他仍然可以学习 他仍然可以成长 第五节的下半 告诉我们活胜于死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活着的人还有赏赐 可以享受这个各样不同的赏赐 如果你是学生 你努力读书 你可以享受你读书的成绩 你拿到A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个就是赏赏赐 活着的人还有赏赐 第四个原因 在第六节 第六节说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 第六节告诉我们 活着的人还有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有爱 有恨 有嫉妒 当然这三个 是属于在人生里面 三个很基本的关系 有人说 如果你把爱 放在右边的话 你把恨放在左边 那中间你如果穿一条线 那嫉妒呢 就是在中间滚过来 滚过去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有哲理的 嫉妒很多时候就是从爱和恨 中间产生出来的 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恨生出嫉妒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爱 生出嫉妒 你因为爱这个人 然后看到这个人 喜欢别人的时候 你就开始嫉妒 有的时候 你恨说 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你没有 你也产生嫉妒 无论如何 活着的人 还有爱 有恨 有嫉妒 我们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男孩子 他跟他的女朋友交往 已经有七年了 他说每一年 他的女朋友 都会跟他分手一次 每一年分手一次 有一次 他的女朋友 跟他分手的时候 还送他一本圣经 上面写了很多很多的字 就那本圣经 他就拼命拿着读 一面看到圣经 又想到他女朋友 每一年分手一次 代表后来分了又合了 好像常常 就是在这个爱 恨 这个当中 转过来 转过去 这个重点就是说 趁着活着 趁着人活 仍然活着的时候 抓住机会 活着的人 还有指望 活着的人 还有所知 活着的人 还有赏赐 活着的人 还有爱 恨 嫉妒 不同的关系 下面 我们看到第三个 人面对死亡的态度 就是enjoy 享受人生 这个是在第九 第九章的第七 到第十节了 既然 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在所有 刚刚我们所提的事情上 都不再有份了 他们不再有知 也不再有赏赐 也不再有指望 也不再有爱 不再有恨 不再有嫉妒 死人 永远没有办法参与 活人 一切的活动 这就是在 第六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在日光之下的一切事上 他们都不再有份了 那既然 我们要活的话 歹活 不如好活 这个就是第九章 七到十节 所说的 享受人生 有人 逃避人生 比他再好一点的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就是好死 不如歹活 但是如果既然要活的话 歹活 不如好活 犹太人的一个哲学家 当然这个哲学家 是很出名的 他也是 这个心理学家里面的 一个泰斗 那其实弗洛伊德 他们很多的这些 心理学家 你要去读他的书的话 你一定会读到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 他是犹太人 他的名字叫 Victor Franco 很出名的 他曾经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大屠杀里面 的一个 存活下来的人 他最后 他发展了出来 或者他 他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一种的学说 就是 关于这个 人类寻求 人生意义的 这个学说 所以他最出名的 一本书呢 叫做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就是人寻求 生活的意义 他说过一句 很出名的话 他说 所有人生的经历的里面 那当然 他讲到他自己 因为他在 集中营里面 度过他 很长的人生 他看到很多 他亲爱的人 在他的眼前死去 他说 所有人生里面 的经历 不管是最痛苦的 经历也好 只要不是 带来死亡 都是对我们 有益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逃避 人生 要坚持下去 但是 所罗门在这里说 如果我们要坚持 下去的话 歹活 不如好活 不如活得 快快乐乐的 不但要享受生命 还要热爱生命 因为当死亡 来到的时候 他将终止 所有一切的 爱 恨 嫉妒 或者我们说 所有的恩恩怨怨 到死亡的时候 全部都会 一笔勾销 在所罗门提到 享受人生的 这一段 全都是用 命令句来表达 这个代表 这个是上帝 对我们的一个心意 让我们要 好好的来生活 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一段的人生 在第九章 第七节开始 这里说 你只管 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 已经悦纳 你的作为 那这一段 所写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人呢 如果根据 如果根据 第九章 第七节 最后说 神已经悦纳 你的作为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 这一段的对象 是写给义人的 就是因为 是义人 所以神 已经悦纳了 你的作为 那这里面 说 你只管去 西伯来文 是 Lake Lake就是 去吧 或者说 应当去 或者我们英文说 Go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命令句 你只管去 去吧 不要坐在那边 不要坐在那里 长须短叹 要起来 好好的去生活 享受 神给我们的今天 我很喜欢 有一个女孩子 那她在我们的 这个教会里面 她有一次就 post在她的 这个Twitter上面 她那一天的 Twitter就是说 我何等热爱生命 就是她 她就是热爱生命 我说哇 太好了 我很少看到 有年轻人会写说 热爱生命 其实热爱生命 就是这里说的 我们不但要享受生命 还要热爱生命 你只管去 去吧 起来 吃饭的时候 不要愁眉苦脸 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 已经悦纳了 你的作为 那怎么样 去享受人生 怎么样来热爱生命呢 这里有四个命令句 这四个命令句 是在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七节 我们刚刚已经读了 就是只管去 快快乐乐吃你的饭 所以我们看到 在第七节里面 基本上就是 讲到十一柱形的 十方面 好好的去吃我们 每一天的饭 快快乐乐地去享受 每一餐 神赐给我们的饭 有人说 世界是一个邪恶的沙漠 但是家庭 却是一个爱的绿洲 我觉得很真实 因为当你在世界上 你会看到很多人 你争我夺 好像你会经历到 很多的那个 那个邪恶在里面 但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会看到家里面 所涌流给你的 好像就是沙漠里面的 那个绿洲 带给你很多的安慰 带给你很多的 这个refreshing 这个清新 这个这种 在里面一个很舒适 当我们在享受饭食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全家团聚在一起 这里是我们看到 享受人生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是第八节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命令句 让你的衣服时常洁白 头上不要缺少膏油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时候你会让你的 身上的衣服非常的洁白 而且你头上会擦膏油呢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 的这个生活的里面 这是代表他要去参加 一些庆典的时候 哇哦 你想神给我们的每一天 如果你每一天醒来 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都穿上你最好的衣服 然后头上抹了膏油 那你就知道你把今天一天 就当作是新年 就当作今天是Christmas 就当作今天是感恩节 或者当作今天是一个 是一个伟大的节庆 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一个 节庆来享受 好第九节告诉我们怎么样 去享受人生 第九节说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 所得的份 第九节说 当享受婚姻 享受爱 是的 有的时候 婚姻应该好像是 倒吃甘蔗一样 会越吃越甜 而不是像吃口香糖 吃到最后淡然无味 有的时候 小别胜新婚 有一次我到这个 以色列的飞机场 那这个好牧师来接我 我是在欧洲 大概意大利跟巴黎 教完了两个礼拜的课 其实非常的疲累 但是一下飞机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 那当然我看到的 那个远远看看不太清楚 是看到一个东方人 拿着一个很大的 一个向日葵那样的花 那上面好像是 I love you 我不是很确定 就在那里挥 就说这什么人 再仔细看一下 原来是我先生 然后我就说 哇 所有的那个 疲累都消失了 当享受婚姻 第十 第十节 我们看要怎么样 享受生命 第四个命令句 凡你所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第四 要享受工作 没有工作 有人抱怨没工作 有了工作 抱怨每天要工作 但是所罗门教导我们 我们要在工作当中 尽力去行 去享受它 好活 胜过歹活 这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享受 每一天的吃喝 享受神赐给我们的 每一天 把每一天都当作是节庆 享受我们的婚姻 也享受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同地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 面对死亡 是有极大的害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 死亡会通向哪一个道路 但是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战胜了 那长死权的 你告诉我们 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除去了那些 控告我们的一切的自据 主你把我们的一切的罪 都定在十字架上 主你为我们的罪 你埋葬 为我们的得胜 你三天之后复活 主我们今天不再害怕死亡 我们不需要逃避死亡 我们也不需要坚持地去活下去 我们能够每一天享受 你给我们的喜乐 让我们享受我们的每一天 享受你给我们的食物 享受你给我们的婚姻 享受你给我们的工作 谢谢你 让我们不单是热爱生命 我们更要 因着你 我们要拥抱生命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 伟大的生命的礼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英语比处 耶路上